后场高空机球也称后场上手机球 它具有主动性强、机球力量大等特点 可以给对方造成较大的威胁 是初学者首先必要掌握的技术 今天要进行的是后场技术当中的高球的教学 高球技术在整个以毛球项目里面 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上手技术 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既有使用最多的特点 同时它既有进攻性又有防守的功能 下面把高球的动作要理再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 高球动作先要求有一个功架 几拍前 站立身体和上臂的位置 夹角相似于90度 肩 大臂跟小臂的夹角也相似于或者小于90度 手腕 持拍和小臂自然伸直 相似于成一条直线 那么 左手自然的弯曲 已得到身体的最佳的平衡点 拍面 斜对着 来球的方向 头部 击球时 头部 往上 自然的 有一个往上伸颈的动作 这是一个功架 在挥拍过程当中 走关节 向前带动 挥避动作 身体自然的 往前倾 挥拍时 左关节 有一个 两肩 自然交换 左关节往前转 这时候 有一个隐蔽动作 完成 发力 挥拍 来 好 这是左手 运动员 同样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 可以看清 这一块 大臂跟这一块 的角度 相似于90度 或者说小于90度 那么 肩 大臂跟小臂的角度 是明显小于90度 在 握拍 持拍 自然 伸直 另一只手 自然的弯气 得到 身体的一个平衡 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 人体的自然中心点 应该是在 两脚之间 垂直点 在完成挥拍过程中 身体重心 人来自在 人体的中心点 只是两间 交换一个位置 好 做一遍 挥拍动 击球点 这时候 要有一个击球点 深拉的动 好 下面 我们沿地 击球 转肩 交换肩的位置 对了 好 再一个 好 通过 这一局 我们 为学员的示范 和击球 我们可以 感觉 基本掌握的 击高球的动作 但是 要提示的是 他们 还存在着 最后一个 击球那一扇 击球点 不够高 还有 往上 深拉的空间 再抢到更高 击球点的 这个空间 不能出现 为了完成击球 身体将硬在这边 那么这个会造成 力量的分散 我们高球技术 今天就 在动作要领 和 沿地击球 就讲到这 我们下一集 将进行 移动当中 高球 平高球 高远球 直线 斜线 这种 球路的练习 的教学 和演示 一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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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